好想听圣经 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 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 贫穷人弟兄都恨他 何况他的朋友都更远离他 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 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 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 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 于美人厌乐度日是不合一的 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 他的恩典却如草丧的甘露 于美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懒惰使人沉睡 懈怠的人必受饥饿 谨守借命的保全生命 轻忽己路的必自死亡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正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认他死亡 暴怒的人必受刑罚 你若救他必须再救 你要听劝教受训悔 使你终究有智慧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仇算才能立地 强如仁慈的令人爱慕 穷人是强如说谎言的 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 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破坏 懒惰人收回在盘子里 就是向口撤回 他也不肯 鞭打谢蔓人 于蒙人必长见事 责备明则人 他就明白知事 虐待父亲 拧出母亲的是 宜休智辱之子 我儿不可听了训悔 而又偏离知事的言语 匪徒做见证细效公平 恶人的口吞下罪孽 刑罚是为谢蔓人预备的 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 真言二十章一到三十节 酒能使人泄脉 浓酒使人喧闹 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 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 惹动他怒的 是自害己命 远离纷争是人的尊容 欲望人都爱争闹 懒多人因东寒不肯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 而无所得 人心怀藏磨略 好像深水 为名哲人 才能挤引出来 人多述说自己的慈爱 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 行为纯正的义人 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王坐在审判的位上 以眼目驱散诸恶 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脱尽了我的罪 两样的法卯 两样的身斗 都为耶和华所证悟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 是正直 都显明他的本性 能听的耳 能看的眼 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不要贪睡 免治贫穷 眼要睁开 你就吃饱 买物的说不好不好 极致买去 他便自夸 有金子和许多珍珠 唯有知识的嘴 乃为贵重的珍宝 谁为生人作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怪人作宝 谁就要承担 以虚晃而得的财物 食物 人觉甘甜 但后来他的口 必充满成沙 既谋都凭筹算立定 打仗要凭智谋 往来传蛇的泄漏密室 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 咒骂父母的他的身毕灭 变为漆黑的黑暗 起初速得的惨业 终久却不得福 你不要说我要一恶报恶 要等候耶和华 他必拯救你 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证悟 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 人的脚为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人冒失说这是圣物 许愿之后才查问 这是自信网罗 智慧的王 我善恶人 用劳 用劳碌捆炸他们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见察人的心腹 王因仁慈和诚实 得以保全他的国位 也因仁慈利稳 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 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 边伤除尽人的罪恶 折打能路人的心腹 阿们